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 只因美到成年这一天 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 上级说道 在我和周凯的默契配合下 成功斩杀了田文雷 回村后却被圣女带人包围了起来 关键时刻诸葛青引来了老鼠大军 此时鼠群里接二连三的老鼠 开始朝村民身上跳去 异类控制着村民开始反击 可无奈老鼠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就在这时圣女背后 慢慢显现出来了一只 如同阔鱼的双盘西虫 但这个异类却是白色的 看来这个白色的异类 就是这些黑色异类的老大 他是我的西班人 赶紧把他让给我 说着这个异类圣女就要向我们袭来 就在这时 两把砍骨刀飞了过来 挡住了圣女的进攻 正是安长道的刀 随后安长道一脸怒意地走了过来 一只手紧握着砍骨刀 另一只手托着昏迷不醒的雷哥 此时的雷哥宛如一滩烂泥 身后还跟着丧昆 却不见诸葛青的身影 太好了 安大叔你没死 安大叔为什么要死啊 这个以后再说吧 诸葛青呢 鬼知道那家伙神神秘秘的 说有什么事要处理 让我先过来帮你们 把这些老鼠引到村子里 就是他的主意 安大叔 这些异类的特点 你应该都知道了吧 是的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紧接着安长道控制着 放血刀的飞行 开始对这些异类 进行凝体攻击 放血刀 只是在这些村民身上 划出一道又一道伤口 然后就将他们 交给这群疯狂的老鼠啃食 就在这时 这个白色的异类 突然从背后偷袭 包裹住了丧昆的脑袋 顺着他的嘴 就想要钻进去 丧昆哥哥 你没事吧 然后周云就想过去帮忙 你别过去 那只异类一开始 看中的就是你 如果你现在过去 说不定正好随了他的意 让开 让我来 随后三把放血刀 成外套形 净直刺入了怪物的身体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只异类 竟然弄断了自己的躯体 舍弃掉了 被放血刀刺中的部分 然后彻底钻进了 丧昆的体内 有一点 我想不明白 既然这只异类 会伤害丧昆 为什么我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到 代表着危险的丝线 连接在丧昆身上呢 这是丧昆 忽然张开嘴大口大口地 吐了起来 半透明的液体 从他嘴里吐了出来 似乎还带着粘性 有些拉丝 夹杂着异类身上 那些特有的绒毛 着实令人作呕 与此同时 村子里被异类寄生的村民 嘴里忽然发出 一阵阵悲痛的哀嚎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这东西真恶心 丧昆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觉得 嘴里一骨子臭味 太恶心了 就在这时还活着的异类 开始四处逃窜 看来你吐出来的 就是那个白色的异类 他应该已经死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 此时的丧昆 越发觉得诡异 一直以来 我都坚信丧昆是人类 毕竟在一次重生后 我设计陷阱 还杀了丧昆一次 他确实是人类 但是他是人类的话 刚才为什么 没有被白色异类寄生 反而还将这只 钻进他身体里的异类 杀死了呢 丧昆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人 还是其他东西 小白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是人啊 识打识的人 我真的是人 我要是说谎 生孩子没屁眼 算了 这个之后再说吧 我们赶紧走吧 再不走 接下来被老鼠啃食的 就会是我们了 话音刚落 安城道便将雷哥 扛在了肩上 安大叔 别管他了 带着他是个雷坠 他知道一些 关于异类的事情 说不定从他嘴里 能得到一些 关于这个世界的答案 我检查过了他的肩皮骨之间 并没有被异类寄生的痕迹 他是人类 什么 一个满是异类的村子里 为什么会有一个 没有被寄生的人类 关键这个村子里的异类 还听从他的安排 难道雷哥并不知道 这个村子里的人 已经被异类寄生了吗 不可能 或许 雷哥真的如安大叔所说的那样 知道一些关于世界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答案吧 算了 快走吧 这些老鼠的数量 越来越多了 能走 诸葛青说了 让我们一定要等信号 什么信号 不知道他没说 但他说只要信号一出现 我们就能马上认出来 不行 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了 不过话音刚落 一旁的周云 似乎发现了什么 指着村子南边的位置 喊道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